恒志終於衝穿2007年大牛市定位 今年一口氣升足2000點 水位還有多少 位是用來破的 升市莫古頂 現在問10個 9個都敢說 現在的策略是買貨還是怎樣 不買不賣 有些人都心紅了 因為有些始終是 之前扎著那些在貨 現在真的鬆綁了 所以他們現在都會著弱了很多 個多月前恒志3萬點 在這裡問他們買不買 個個都說貴 現在又說看好 不如問問這三位 還有多少稅位 恒志雖然已經升了8000至9000點 但其實你看看 2008年的PE 都是講了12倍多 今年企業營利方面 普遍應該都有一成到一成半的增長 所以意味著 股值方面不是高 我自己覺得去不到4萬這麼高 但你剛才3萬6 我覺得是有機會 不是說以前的股災 去到18倍、20倍的高位 這是第一樣 第二樣就是見到 今次來說 大星市的成交亦都很配合 成交雖然是兩年半身高 還未追到2007年的2000億 但市值期內多了16萬億 2007年22倍PE來說 今日只有12倍多 還是比過去12年平均12.7倍低 再跟全球主要成熟市場比一比 香港確是便宜 踏入第九年大牛市的美國 標普500預測PE已經18倍多 我想你說股值便宜 我自己一向不會用歷史去看 例如2007年時20多倍 現在說了十多倍 最主要是我經常都說 如果你有50隻騰訊 我們可能已經是50萬點 而當時我們的PE應該是幾十倍 都會這麼冷靜 不是沒有道理 看回2007年恆子的勢力分佈 有重大改動 剛年只是中移動和匯豐 已經佔恆子比重一成幾 到現在換入騰訊做主帳 那大市有沒有得去 還要提什麼信號 反而小投資者仍然很進取 很樂觀地在高位追貨 或者問一些很小的股份 反映市況仍然健康 不是去到一個很瘋狂 悲哩性的時間 由頭到尾的星市 都是那幾隻大籃手帶著的 所以有個情況就是 有些散戶是如果拿著三四線 根本完全不覺得這是一個牛市 甚至乎覺得是股災 哦 散戶原來還沒賺錢 這一點很重要 現在人們反過來 是落後預期了北水南米的威力 你會看到很多人 其實現在是 不太相信AH 折扣會收窄 但其實AH 折扣是正在收窄 還有很多空間 所以這次的星浪 其實是更會有力 比那次健康一點